我入電影這行已經三十年了 我初初入電影這行是熱如勝一 為何我迪龍、姜大偉他們 那時出來做導演 我正在教功夫 他問我有沒有興趣玩 我說這行合不合我 他說不知道 每個人都不同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又要有心理準備 有可能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我聽他這樣說 我說是嗎 辛苦不辛苦得玩功夫 我說好 我試試 那時就入了電影 但初初那幾年 我就不是真真正正入了這一行 變成有興趣玩一下 我另外自己有工作 所以不經不覺入了這行幾十年了 我小時候已經 都不是小時候了 我玩榮春都已經很大過才玩了 我一向都是對功夫有興趣 我曾經玩過空手道 玩過柔道 我覺得好不好 我不敢說 但聽聞他們榮春是短橋手 我說都好 那試試玩玩玩一下 就玩了幾十年了 火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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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實在在電影裏面玩自己那家功夫 就好少 為什麼呢 電影裏面有個武術指導 我們做演員 必然要跟指導的動作去做 而我做的角色 通常都不會說 抽榮春的手出來來量度 他指導他喜歡量度什麼就由他量度 我們演員 只有跟他的動作去 所以就 對於說 拿榮春出來 這不是我作主的 不過都沒有什麼問題 他兩方面的東西 電影裏面的動作 就是美觀 實不實在 我就不說了 好話不好 只要畫面漂亮 比觀眾感覺上好 那就已經成功 至於跟劉家良 或者跟洪金寶他們合作 我說他們兩個都是一樣 只要你不要說 好像我入這一行 初初進去 也有很多指導 他說 師父與教頭 可以不可以的呢 他說一個指導 你去是師父 如果他不聽也挺是惹的 所以我都說了 我入得你這一行 我一定要聽他指導 指導讀什麼 有可能他的動作 是正常的規律 是不可能的 但他電影裏面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跟進去 所以沒有什麼分別 不派的也好 南方拳的也好 任何人都沒有問題 所以 就是你自己 肯不肯去化解這件事 我雖然學習的是短橋手 但電影裏面 如果短橋手 是很難看的 我算你 真是好說不好聽 鏡頭的東西 就短橋手一定快 但電影的畫面這麼大 你如果做一些 那些短橋的動作 是很難看的 所以做大動作 畫面很漂亮 包含畫面 人家感覺上有種美 所以就沒什麼所謂 我通常都是 最重要的是角色 我的角色是做什麼 人物 我的人物是玩哪一種功夫 我就要用那種功夫 來表達 我不可以說 喂 我不懂 有指導 跟指導就行了 玩兵器是一種很欺人的東西 托懷自己 年輕時都是八燕仔 棍刀 我很多時都 不是很專長 但我都有玩 我認為兵器的東西 最難玩就是軟兵器 鞋子 鞋子 那些東西 你控制它那方面 一定要時間 一定要下時間來短裂 棍 刀 劍 你自己就不要握死把 已經差不多了 很多時 好像握支棍 你見人們握支棍 很多時都是硬斑斑的 握兵器的手腕很重要 柔軟度 活一點 通常都是一樣的 最難打的是軟兵器 軟兵器是受不了控制 它的盪位 你控制不了盪位 分分鐘折打自己 就是這些 但是唯一最不好的 演壞人就給觀眾一種感覺 我說不要聽你不是開工 逛街等等 人家會對你有一種奇見 或者恐懼 我都曾經聽別人說過 他說 這個正是壞人 不要走到那裡 很餓死 這些就是在戲裏面做出來 實在在我聽來講 我很高興 證明我自己 原來我做壞人都似的 我是不是壞人 但我當然不是壞人 不過我都不大意做壞人 不過我都很想多方面做一下